我們今天早上有很多位很優秀的講者 後面會一一為各位介紹 第一位演講者是光碟工業協進會的 產業分析師李彥埔先生 他今天要為我們講的題目是 中小尺寸面板發展的趨勢 請大家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李彥埔先生 各位業界先進以及各位學術界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滴達光碟協進會的產業分析師李彥埔 然後我今天先帶來協會 謝謝各位來我們的這樣的一個系列研討會做工廠 然後我今天主要是針對於中小尺寸面板發展的趨勢 來做跟各位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所以我們就直接開始 首先我會用幾個部分來為各位做介紹 第一個部分的話 針對於台灣的整個平面顯示器產業的現況 包括今年跟以及未來的一些產值 以及出貨量的一些預測來做分析 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針對於中小尺寸的熱門應用產品 包括智慧型手機 包括平板電腦 這兩項這幾年最夯的一個應用產品做介紹 好 第三個的話就是針對於AMOLED這樣的一個技術 做一個我的分享 最後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所以我們先從一個部分開始來看的話 我們先從台灣的過去的產值來看的話 我們知道台灣平面顯示器產業 算是台灣的一項相當重要的一個科技產業 而且它的產值規模超過一兆 與半導體產業相當超過一兆 所以台灣來講的話 平面顯示器產業是台灣重要的科技產業 而我們看到的話 但是在2010年之後 其實台灣的平面顯示器產業的狀況 其實不是太好 我們可以從反映在產值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說2009年到2010年的整個景氣復蘇之後 其實台灣有一個明顯的成長 但是由於產能終端需求不正 導致說價格下滑 使得說台灣整個平面顯示器產業的產值 連續有兩年的一個下滑的幅度 從2011年來講的話下滑幅度達到10% 到去年2012年下滑幅度來到了-3.4%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下滑幅度已經趨緩的狀況 而我們看到整個總產值部分的話 台灣在去年整個產值規模來到了 新台幣比照3200億的一個規模 而我們可以分成幾點 從上游的關鍵零組件到設備 到中游的面板模組TNSTN以及EPEP、OLED等等 我們可以看到說這當中 其實有一些是算是蠻有一些小速度成長的部分 包括像是背光模組 包括像是驅動IC甚至是OLED等等 其中的話驅動IC IC設計算是台灣一個蠻 水準蠻算是領先全球的一個產業 所以而驅動IC來講的話 在台灣的IC設計裡面算是在蠻大宗的部分 台灣前十大的一個IC設計廠裡面 其中就有四個是來自於驅動IC 包括像聯勇、包括像奇景、包括像毅力、包括像瑞鼎等等 而這幾家公司在去年的整個營收部分的話 其實有很明顯的成長 例如奇景來講的話是營收成長了20% 毅力部分來到16% 所以造成說整個去年來講的話 驅動IC部分的話成長了超過兩位數 來到11%的水準 而背光模組部分的話它成長了5.7% 主要來自於瑞移營收的一個成長 瑞移去年在整個營收規模來到了760億新台幣 所以算整個臺灣背光模組產值 大概有三成以上的一個規模 雖然其他家的背光模組產業 整個產值上面算有一些小幅度的下滑 但是由於瑞移的整個成長幅度來到20% 所以導致說整個背光模組來講的話 其實算成長了5.1% 而在ePaper部分的話由於去年前年不 前年2011年的時候有一個大幅度的成長 但是去年來講的話 包括像友達、包括像BridgeStone、包括像台達電 紛紛退出在整個電子市的市場 所以導致說整個去年ePaper來講的話算是只有 臺灣算是只有一個eInc這家公司 算是一個獨佔市場 所以導致而在整個ePaper來講 被整個平板電腦的侵蝕之下 所以整個ePaper來講 去年來大幅度衰退了53% 最後OLED的部分的話 由於臺灣目前的一些技術上面 去年來講技術上面還沒有很成熟 所以導致說去年OLED來講 算是一個小幅度的成長來到5.1% 所以預估的話今年來講 如果台廠能夠順利量產的話 其實OLED這項技術的話 成長幅度算是一個可以預期的一個樂觀 所以但是在中油部分的話 過去來講我們可以看到面板模組這一塊 在去年2011年2012年以前在 以前的話整個產值規模 剛剛中油的面板模組這一塊的話 其實就已經超過了一兆的新台幣的水準 但去年來講的話已經跌破了一兆 來到了9700億的一個水準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整個面板產值的部分的話 由於過去來講的話2008到2010年的時候 整個台灣的面板是以大尺寸電視 Monitor Notebook為景氣的重心 但是在平板電腦以及最新手機的部分的話 在這幾年算是一個市場的一個景氣的一個熱度 滿強烈的 所以導致說整個台灣在中小尺寸的產值部分的話 佔整個面板產值的佔比從2010年的18% 成長到去年2010年的25% 預估這樣的一個規模會虛緩 原因是來自於大尺寸這幾年的話 像是大尺寸的電視以及4K、2K的電視 在今年來講會成為一個景氣的討論的一個重點 而中小尺寸的話由於台灣的一些技術上面的一個現況 沒有辦法對於高階的一個顯示器來講 算是一個比較挑戰的部分 所以導致說整個台灣在中小尺寸 以及大尺寸的一個佔比部分的話會趨緩 大概就在25到27%之間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整個中小尺寸部分的話 產值規模在去年來講小幅度下滑5% 而在出貨量部分的話持平小幅度成長0.5% 而在佔比部分的話在台灣來講的話 產值仍然是以前兩大群狀以及友達為主 而在出貨量來講的話是以華銀和漢語彩晶為主 主要原因來自於友達 友達因為他們不以拚出貨量為主 主要是以附加價值比較高的 像是車用面板 像是國際品牌的一個平板電腦的顯示面板為主 而且加上過去來講的話 日本在一些智慧型手機上面 車用面板部分的話有慢慢轉試單給台灣的部分 所以在友達來講的話 友達來講的話在整個中小尺寸的產值部分 算是排名第一 排名第二 而在群創部分的話由於過去年來講 會有接到過去國際的一個智慧型手機的大單 所以在產值規模的話才是排名第一 而在華藝部分的話 由於前年下半年開始他們旗下的六代線 逐漸轉往中小尺寸的部分面板去發展 而在去年成功轉型 所以導致說它的整個出貨量來講的話 算是有一個大幅度成長的部分 所以在去年 2012 年來講的話 在出貨量來講 它是排名第一名的 接下來的話我們看一下 在應用產品部分的話 2012 年整個台灣的中小尺寸應用產品 主要是以手機為主 手機占比來到76.2% 其次是數位相機 再來是平板電腦 而預估在2013 年 由於手機部分的話 尺寸上面會有越來越大的趨勢 所以導致說手機的面板在戰出貨量來講 預期會下滑 但下滑幅度不大 大概來到74.3% 而在平板電腦部分的話 預期會有成長 成長到3.9% 而剛剛提到說我們中小尺寸面板會以近年來持續朝向 高解析度 一些高規格的一個趨勢去發展 所以導致說整個LTPS低溫多機器的產能 產能這幾年來講的話是吃緊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但是在台灣部分的話 由於台灣LTPS的產線 大概只有三角 兩座3.5% 一座4.5%在線 而在日本及韓國 甚至是中國大陸來講的話 在LTPS的產能 算是這幾年來講 算是積極 算是蠻積極的一個部分 所以導致說LTPS來講 在2012年的整個總出貨面積來講 達到6,292K平方公尺 而預估今年的話會達到9,000K的一個水準 當然在台灣部分的話 台灣整個占比從去年的24% 預估今年會下滑到10%左右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產能現況來看的話 台灣主要是以友達和尋創為主 而日本的話有Japan Display Shop 以及一家金池的公司 而中國的話主要是以天馬圍 京東方 生操 天翼 以及維新諾為主 而在韓國的話以Samsung跟LGD為主 台灣部分的話就如剛剛講的 友達部分的話在龜山 除了龜山3.5%在線 從MXC可以轉做LTPS之外 另外跟日本的Toshiba買的4.5代線 在新加坡的話也已經積極轉做LTPS 而在中國大陸部分的話 由於天馬圍目前來講有規劃三條線 一條是三代線跟日本NEC所買的秋田的三代線 另外的話在上海有一條四代線的一個實驗線 而目前正在積極建設的是在廈門的5.5代線 但由於現況來講的話算是一個狀況不是很好 所以導致說原本預期在今年第四季能夠成功蠻窄 但是可能這個狀況會延遞的狀況 而在京東方部分我們知道說 它在蒙古那邊有一座5.5代線的LTP廠 但是由於它的建設上面不足 以及技術水準方面算是一個蠻落後的 所以這座車廠有人說它的整個建設狀況 其實不是很樂觀 而在日本部分的話 Shark除了有原本的4.5代線之外 它有積極在六代線上面做建設 主要是以皮果系列的一個產品為主 而在神中以及LG部分的話 它們有一些5.5代線甚至6代線的一個 原本是emorphic silicon的一個基台 所以逐漸改造成LTPS的產線 預估在今年的第一次機會量產 所以在整個中國大陸 日本以及韓國部分在LTPS 算是擴廠蠻積極的動作底下的話 反觀台灣來講的話 台灣由於目前只有三座LTPS的產線 而且是兩座3.5以及一座4.5代線 所以預估的話 台灣在整個LTPS出貨量來講的話 這幾年來講的話算是一個持平的狀況 預估今年來講 在LTPS大概在佔整個出貨量來說的話 大概頂多15%為主 所以這是我們台灣的整個平面顯示器產業的一個現況 接下來進入第二個部分的話 第二個部分是由中小指針熱門應用產品的一個趨勢 我會以兩項一個產品為主 一個是Smartphone 另外一個是Tablet 我們可以知道說就Smartphone來講的話 這幾年來講整個顯示面板的一個趨勢 有朝向高解析度 朝向大尺寸 甚至4寸以上 而解析度來講的話大概300到400ppi 算是成為一個高端的智慧型手機的一個主流 以及它有一些新的技術像AMOLED等等 而在Tablet部分的話 從過去iPad出來的話是10寸的一個顯示面板 到iPad mini出來之後 有變成7寸的一個顯示面板 而它整個技術來講也是朝向高解析度來看的話 所以我們知道說智慧型手機越做越大 而平板電腦越做越小 所以我就秀一張比較有趣的是 2010年的時候iPhone 3的話是3.6寸 iPad的話是10寸 到今年來講的話 iPhone 5 4寸 iPad變成7寸 所以有人說在2014年來講的話 iPhone 6 這是一個笑話啦 iPhone 6變成10寸 然後iPad mini不變成4寸 這是以網路上流傳的一張有趣的照片 可以跟警鐘大家做輕鬆一下 接下來看一下智慧型手機部分來看的話 智慧型手機我們知道 整個全球的手機市場成長來自於智慧型手機 而在去年來講的話 整個市場規模來看的話 以智慧型手機來看的話 大概來到6億4千台的一個水準 而在佔全球智慧型手機18億台來講的話 滲透率達到35% 算是一個蠻高的水準 而在智慧型手機這幾年來講的話 會有M型化的趨勢發展 所以導致說越來越多的 低價的一個產品會產生的話 所以預估整個智慧型手機的一個產品滲透率 會快速的提升 在2014年甚至有機會達到50%以上 達到50%以上 而其中的話智慧型手機的話 未來幾年由於地下化的狀況持續的發展的話 其實一些主要的市場就從過去的美國 以往中國大陸 甚至一些新興的國家 像巴西、像印度等等為主 而剛剛講到說智慧型手機來講 未來會朝向高解析度去發展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智慧型手機的 一個解析度趨勢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從黑色方光這一塊 是2009年的高端智慧型手機的一個解析度 及尺寸來看的話 2009年的時候大概在2吋到3.5吋之間 而解析度大概在200到300ppi左右 而到去年來講的話 整個尺寸已經來到了紅色三角形的部分 就是來到了3.5到4.5吋左右 而解析度的話已經提升到250到350ppi左右 而在今年來講我們知道我們台灣的HTC 推出了一款蝴蝶機 它的尺寸來到了5吋 而它的解析度來到440ppi 所以我們知道整個智慧型手機來講的話 它的整個趨勢來講高解析度會持續的發生 而在去年整個全球的一些展覽會場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感覺 就是從一些面板廠在一些各大展覽會場上面 紛紛推出了高解析度的顯示面板 其中最高的話是由Japan Display 它去年展出了2.3吋 但它解析度高達651ppi 而在SHARP的部分用IGZO來講的話 已經解析度可以到達498ppi 而Samsung的話以及 Samsung的部分以OLED為主 而它的展示的ppi解析度來講 已經高達316ppi 所以未來來講的話 整個解析度會持續的朝高解析度去提升 但是就有一個疑問 就是解析度會無限制的去提升嗎?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左邊這張圖來看的話 其實整個紅色那條曲線是我們人類的一個 在眼睛的視覺的一個極限 所以我們以智慧型手機 如果以平均觀賞距離以20到25公分的距離來看的話 其實整個視覺的一個極限來到460ppi 所以而iPhone 4來講的話已經達到326ppi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右邊這張圖的一些 有一些ppi上面一些差異化的一個表現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在163ppi到326ppi來講的話 整個畫面的呈現來講算是有個明顯的一個差異 但是326ppi以上其實對一般人眼來講的話 其實差異度已經不大已經蠻難去分辨了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疑問說 即使解析度會不斷的提高 但是總是會有一個極限 所以我們預估來講的話 整個解析度來講 過去從2010來來看的話 整個解析度的主流是以200以下ppi為主 整個100-200ppi的一個解析度佔了70% 但是這樣的一個解析度來講會越來越低 反觀的綠色的部分 200-300ppi會持續地提高 在2012年的時候就是去年 整個200-300ppi的佔比來講的話達到33% 預估在2015年的時候 200以上的ppi會佔整個手機面板的解析度來講 超過了7成以上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整個解析度來講的話 未來會朝向高解析度去發生 而且過去來講好像是以高階智慧型手機 高解析度為主 但未來由於智慧型手機 會朝向低價化的趨勢去發展 所以未來來講的話像是一些中端的一個平價 甚至低價的手機也有機會朝向200-250以上的ppi 去解析度去發展 而在平板電腦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說平板電腦是以蘋果盛銀為主 在2010年的時候 iPad出來的時候 整個平板電腦算是市場被整個打開 而在2010年的時候 整個Apple佔整個全球的平板電腦的一個市占率 來到九成的一個市占率 而在由於在去Apple把iPad推出之後 所有的包括電腦、品牌電腦的廠商 甚至是手機廠商紛紛推出一些平板電腦的一個產品 所以導致說在2011年 甚至2012年整個Apple的 整個市占率有下滑的一個趨勢 來到了六成左右的一個市占率 但在去年下半年整個iPad mini推出之後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iPad mini的市場接受度蠻高的 算是銷售量蠻熱烈的 所以我們預估來講的話 整個蘋果電腦、蘋果平板電腦的一個市場 雖然市占率會慢慢地下滑 但是下滑幅度不大 預估在2015年的時候 整個蘋果的iPad系列的話 會占大概仍然會有超過一半的市占率 是由蘋果所獨佔 而在顯示面板部分的話 我們知道整個平板電腦的一個顯示面板 是以韓國為主要的一個供應大國 而在去年這張表是統計到8月以前的 韓國部分的話在整個去年的面板 在平板電腦的供應來講的話 來到六成的一個市占率 其次是我們 其次是台灣的15.7 接下來中國 最後是日本 接下來介紹第三個部分的話 是我們AMOLED這樣的一個新興技術 我們知道過去來講 AMOLED算是被Samsung的Galaxy系列 曾成功推廣到作業型手機的一個市場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但是在去年來講的話 除了Samsung Galaxy系列之外 包括像HTC 包括像華為 包括像Google等等 紛紛推出AMOLED的應用的智慧型手機 所以去年來講的話 整個智慧型手機被廣泛的運用 在各大品牌的智慧型手機的一個產品部分 而AMOLED有幾項優勢 包括反應速度快 包括輕薄、零組線少 包括高對比、廣視角、自發光等等 其中輕薄、零組線少的話 在智慧型手機來講的話 由於它能有機會能夠有效的降低成本 而且它能夠攜帶便利 而且它適合在未來預期會帶軟性顯示 在最新手機的商品會上市的狀況下 AMOLED算是在最新手機 算是蠻適用的一個顯示技術 其中在有效降低成本部分的話 因為目前在材料以及製程技術上面的 目前仍然有一些材料利用率上面仍然偏低 所以導致說目前來講的話 OLED在顯示技術來講 仍然比TFTLCD的成本來的高 但是預估未來在材料利用率 如果能有效提升的話 以及像是一些製程的技術 包括立體、包括硬件printing 這幾項的製程技術 如果能夠慢慢的發展起來的話 預估整個成本來講 是有機會比TFTLCD來的低的 所以過去來講的話 AMOLED來講其實最早的話 其實不是由神仲所推出的產品 最早的話是由BenQ 台灣的品牌廠BenQ 所推出的一款S88 是全球第一支用AMOLED的商用手機 但是我們知道那時候 其實推廣的並沒有很好 跟Cash系列來講沒有推廣的很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S88的整個規格來看的話 它的顏色來到26萬色 而它的尺寸來講兩順 而它的整個厚度來講大概1.7公分 但Gash系列來講的話 整個顏色來講有1670萬色 而在厚度來講已經低於1公分 所以我們知道說 S88雖然推出第一款 推出AMOLED的商用手機 但是由於它的色彩飽和度 由於它的厚度來講沒有辦法 將AMOLED的一個顯示優勢發揮得很好 但是在Galaxy系列來講的話 整個厚度、整個色彩飽和度來講的話 算是發揮得比較成功的部分 所以AMOLED來講的話 在Galaxy系列推出之後 整個市場的熱潮就慢慢的起來了 而我們知道過去來講的話 設備以及材料來講算是一個日本的一個技術 領先的一個局面 但是由於AMOLED這樣一個產業來講的話 Samsung算是閉門自己發展的一個 自主化的一個產業聚落 所以導致說日本跟韓國 有各自發展的AMOLED產業 像以設備來講 韓國包括APSystem、包括SNU、包括SFA 這幾家都是慢慢扶植起來的一個設備廠商 以APSystem來講的話 這家公司的話過去是以做半導體、做LCD的設備為主 但是在2011年之後 神眾大量的採購APSystem的 APSystem一些雷射上面的一個製程的一個設備 所以APSystem這一家的話慢慢被發展起來 另外的話像SNU這家公司 過去來講在2011年來講的話 神眾花了將近579億的一個韓元大規模採購 OLED的一個機台 算是佔整個SNU的營收 包括超過六成以上的一個營收規模 而在去年來講更加碼到750億 去買OLED的一個設備 所以我們知道說整個韓國在發展AMOLED來講 他們察覺到說其實AMOLED這樣的一個技術 會有三個層面需要去分別發展 包括像製程設備、面板、設備、材料等等 所以在早期發展的時候 韓國依賴日本的設備商 蠻依賴日本的設備商 所以在4.5代線的時候 在JSW、像TOKIE等等 在韓國來講的話算是一個主要採購的一個設備商 但是在5.5代以後 其實整個規模來講 會慢慢發展出整個產業自主化的一個狀況 而在材料的部分的話 我們知道材料算是一個技術能桿較高的一個產業 而AMOLED這樣一個技術的話 包括像銀光、包括像銀光等等 其中的話材料來講藍光的發光效率算是 以及壽命來講算是比較差的一個材料 而神重這一塊的話 我們知道整個AMOLED的發光材料來講 算是有蠻多層 包括像發光層、包括像電子注入層、電動注入層等等 而主要的發光層部分的話 韓國的廠商仍然沒有辦法 比較難以去自主化 所以仍然是仰賴日本、甚至是美國 包括像UDC、包括像輸光新產等等的一個材料供應商為主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Samsung以及LG分別有發展各自的一個 AMOLED的產業聚落 以神重來講的話發光材料是來自於 主要的發光材料來自於UDC的專利授權 給旗下的像是第一毛斯等等的一個材料供應商去生產 而在FMM的話 過去仍然是以日本的DNP投判為主 但是慢慢的也都轉往韓國自主化的一個部分 像是針度設備以及封裝設備等等 也是有這樣的一個趨勢 而LG部分的話 它的材料部分的話是以日本的輸光新產為主 而輸光新產是以螢光為他們的一個發展主力 而在深度設備以及封裝設備 還有FMM等等的話 仍然是早期是以日本為主 但慢慢的也都轉做一個自己的集團的一個 扶植的一個企業為主 而我們知道說解析度來講的話 是在MOL來講算是一個技術上面的一個挑戰 我列舉了神仲旗下Gaix系列的一些解析度部分來看的話 我們知道Gaix S1的時候 它的解析度排列組合來到 是由一種叫Pentile的一個像素排列為主 它的解析度號稱有了232Bpi 但是我們知道Gaix Pentile這樣的一個技術 其實是為了解決材料上面藍光的發光效率不足 所提出的一個排列的一個組合 因為發光效率不足的話 所以神仲提出說 將整個藍光的一個發光面積加大 所以去彌補它的整個發光效率以及壽命 所以推出了Pentile這樣的一個技術 所以當然是在同樣一個指向素裡面 它只能塞下兩種顏色 不是綠色、藍色或就是綠色、紅色 導致說它整個的解析度來講的話 會有某部分的犧牲掉 所以在Pentile系列來講 在S1這一款自衛型手機來看的話 雖然它解析度號稱232Bpi 但是它實際生殖解析度大概只有155Bpi 但是來到S2跟S2的一個系列部分的話 它又變回RGB side by side的一個像素排列 原因就是因為在於在2011年的時候 整個智慧型手機的一個解析度的主流 來到高端的智慧型手機的解析度 大概頂多200到250ppi左右 所以神眾會認為說RGB side by side這樣的一個排列組合 算是已經提升到200ppi以上的一個水準 所以在以RGB side by side來講的話 算是一個解析度來講算是足以 就在當時的一個解析度來講算是已經足夠了 但是來到了去年2011年年底 甚至去年來講的話 整個解析度來講已經提到300ppi以上 但是在RGB side by side AMOLE RGB side by side來講的話 由於在仍然是在200ppi左右的一個水準 所以導致說Samsung又回去用Pentile的一個系列 但是在今年的Galaxy Note 2這一款手機的話 他們提出了另外一項S-stripe這樣的一個像素排列 簡單來講的話 它仍然是加大它的整個藍光的發光面積 但是它又將RGB三種顏色塞到同一個指像素裡面 所以導致說它整個解析度來講的話 算是一個真實解析度 而這樣的一個解析度來講 是目前AMOLED最高解析度來到267ppi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整個藍色 在左邊這張圖藍色線的部分的話 是我們目前TFTLCD的一個解析度部分 而在紅色的部分的話 是我們AMOLED的一個解析度發展 所以我們知道說 紅色這條部分不是以真實解析度來看的話 所以我們知道說AMOLED來講的話 目前來講解析度仍然是不如TFTLCD 但是仍然是朝向高解析度去發展 所以預期在今年甚至是明年300ppi 是有機會去在AMOLED這樣一個產品上面去推出的 所以我們知道AMOLED來講的話 整個主要的市場是來自於智慧型手機 而它的整個滲透率也慢慢的提升 所以在過去來講 從2010年的4%左右到去年已經提高到了14% 而在預估來講的話 由於剛剛提到說智慧型手機 持續低價化的一個趨勢去發展 所以預估來講未來兩年中間的話 整個滲透率會趨緩 會大概來到15、16% 但是在未來預計在各單面板廠的AMOLED 一個中小尺寸的產業順利量產之後 在2015年的話會有持續一個大幅度的成長 來到22%的一個滲透率 而另外一項的話就是今年1月的CES來講的話 已經推出了另外一項4K、2K的TV 甚至是OLED的TV 過去來講OLED TV在去年CES就已經推出了55吋的OLED TV 而在今年來講的話 主要的CES主要的重點都是來自於4K、2K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今年來講的整個熱門的議題來講 算是以4K、2K和OLED TV為主 而我們知道OLED TVLG在韓國已經上市 而它的整個價格來講是高達了30萬的一個韓環 算是1萬塊美金左右的一個水準 算是一個價格偏高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就可以過去來講 從去年年初的CES AMOLED TV展出之後 其實去年OLED TV什麼時候上市 就是大家一直在討論的一個焦點 但是我們知道在今年來講 LG推出了這樣的一個產品之後 價格超過1萬美金以上 對於一般的傳統TFT、LCD來講 算是一個5倍以上 甚至是8到10倍的一個價格的差距 而我去韓國的時候去參加研討會來講 他們有提出這樣的一個說法就是 過去來講40吋LCD TV 它在2005年下半年的時候 它整個價格降到3000美金以下 導致說整個40吋LCD TV來講的話 算是有一個明顯的大幅度的成長 是不是在55吋火雷TV推出之後 如果預期在2015年的第一上半年 如果價格降到3000美金左右 是不是市場就會爆發起來了 但是我們知道說在20… 假設2015年的上半年 價格整個降到3000美金左右的一個水準 但是以55吋LED TV來講的話 整個價格在1000到1200水準的美金的一個價格來講 算是還是有一個2到2.5倍的一個差距 所以以一般的消費者來講的話 目前55吋LED TV來講算是一個 蠻不錯的一個顯示的一個品質 所以預估來講的話 過去40吋LCD TV 它跟它相比較的是電漿電視 那時候電漿電視1吋1萬塊的一個價格 所以導致說整個LCD TV來講 價格降到3000美金的時候 整個市場會慢慢起來 但是現在不一樣的是 OLED TV跟它所比較的是55吋LED TV 它價格比它低 從預估來講OLED TV來講的話 整個市場爆發期可能會更晚 而且在今年整個4K、2K、TV 整個市場被討論起來的時候 預期來講的話 OLED TV的市場爆發發期 甚至會遞延到2018年以後 所以律部來講的話 整個AMOLED的運用產品 未來來講的話 仍然是以色違型手機 甚至平板電腦為主 而在其他的像是Notebook、像是Monitor、像是TV來講的話 整個市場仍然待觀察 所以整個OLED產業的一個規模來看的話 2012年預估整個OLED的一個產值規模來到82億美元 而預估來講的話 整個2015年OLED的產值 是可以超過200億美金的一個水準 而主要的運用產品來自於 色違型手機、平板電腦、甚至是照明等等 接下來最後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我們可以知道說 2012年整個台灣平面顯示器材業來講 仍然持續是衰退 而衰退的幅度來到了3.4% 然而在關鍵的領土建材料來講 算是表現比較亮眼 成長幅度來到了5.1% 而在高階中小型智慧顯示面板的發展趨勢下的話 其實這幾年來講LTPS的整個產能 算是一個吃緊的一個狀況 而面對到了中國、大陸、日本 以及韓國積極的一個複廠、擴產的狀況下的話 其實台灣在LTPS來講算是較為擴產的 腳步較為趨緩的一個狀況 而在中小子智慧面板的部分的話 應用產品以智慧型手機、智慧型行動手持裝置為主 而在M型化趨勢發展下 2014年有機會突破50個滲透率 而Apple來講的話在小平板推出之後 更鞏固了Apple在平板電腦的一個市場地位 甚至在2015年的時候 仍然能夠維持在50%的一個市場市占率 而在產業自主化發展底下的話 韓國AMOLD慢慢地發展起自喜自主的一個產業聚落 而AMOLD在滲透率來講到2015年能夠超過20% 而OLA來講的話預估在去年 整個產值規模來到82億美金 在未來來講的話 整個最新手機、平板電腦以及照明 是它的一個主要的應用產品市場 而以上是我今天的一個簡單的介紹 謝謝各位